这一周,矿日19的英国脱欧拉锯战,进入白热化。 先是周一,3月25日,英国议会329,比302,赞成对脱欧协议的替代方案,进行一系列投票。 至此,首相特蕾沙梅领导的政府,失去脱欧控制权,使之落入议会之手。 两天后的周三,27日,拿到控制权的议会,就八项脱欧替代方案进行投票。 但结果是,无一通过,就在八个方案集体被逼的几个小时前。 首相特蕾沙梅,孤注一掷,在会议上明确公开表示,若自己的脱欧协议,可以获得通过,他就辞职。 梅在之前就暗示过寓意辞职换脱欧,他今年以来经历了一次次重击。 协议两次被否,大臣相继辞职,差点丢掉首相之位。 28日,梅发表辞职声明后,坐车离开威斯敏斯特的一个表情,成了第二天各大英国报纸的封面头图。 图源,未报,而没疲惫的沉思表情背后,英国正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演绎着自己混乱的脱欧闹剧。 连美美纽约时报27日都被蠢道,全世界都对英国的疑蠢行为,感到困惑不解。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赫28日则说,英国的意图已变得比尸身人面向更加神秘。 如果你把英国比作尸身人面向,那么相比起来,尸身人面向简直一目了然。 没,我已经打算比预想时间更早辞职,没花了两年多时间。 与欧盟一次次谈判,反复修改的脱欧协议。 此前已经在英国议会,两次以巨大的票数差距被否,梅为此差点丢了自己的首相之位。 但是,3月27日,梅依旧试图说服下议院批准此协议。 他不惜孤注一致,以自己的首相之位做交换。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讯息,梅27日在1922委员会1922 COMMITTE保守党下议院党团会议上说, 我非常清楚议会党派的情绪。 我知道,在英国脱欧谈判的第二阶段,人们渴望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新的领导方式。 我不会阻挠,为了做对我们国家和我们党正确的事情。 我已经打算比预想时间更早辞职。 我要求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支援这项协议。 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履行英国人民的决定。 顺利有序地退出欧盟。 虽然梅此前已经对保守党高层暗示过,愿意有条件辞职。 但这是他首次在会议上公开明确发表宣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下议院,当天以441,比105同意推迟脱欧。 梅此前已经就推迟脱欧获得了欧盟的同意。 根据协议,如果梅与欧盟达成的协议,在当地时间3月29日23时前在议会获得通过。 那么脱欧日期就推迟到5月22日。 否,脱欧日期就推迟到4月12日。 梅的辞职宣告,的确吸引了一些反对者,转而支援它的协议。 包括弦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内的几名批评人士表示。 他们现在将支援梅的计划,但依然有很多脱欧强硬派坚持反对。 比如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纽约时报称,该党一直被视为保守党的盟友,其议员通常支援政府。 但在梅的脱欧协议上,该党表示反对。 另外,保守党的叛军马克弗朗索尔说,就算他们用枪指住我的嘴,我也不会投赞成票。 我投票支援这项协议,不是因为谁是或不是首相。 我不赞成这项协议,是因为我读过它。 一切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仍然很高兴投反对票。 英国人民投票决定离开欧盟让我们离开吧。 由于没得脱欧协议在此前的投票中,反对者超出支持者太多。 就算一些此前的反对者,转而表示支援,但通过的前景,可能并不乐观。 CNN毫不留情的评论说,这位倒霉的英国首相,可能没有足够的选票,来确保自己可以辞职。 也是在27日,美与工党领袖科尔滨Juenei Corbin,就脱欧进行辩论。 争锋相对,激烈交锋,堪比饶蛇之战。 而科尔滨毫不避讳,将英国困境归咎于特雷沙梅身上。 他表示,坦率地说,特雷沙梅无法治理国家。 科尔滨指出,现在的英国,已经乱作一团了。 当政府完全瘫痪时,国家处于停止状态。 英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公共服务被破坏,到无家可归,持刀犯罪,都被忽视了。 八个方案,全部被弊。 在没对其他保守党成员,做出这一惊人的提议之际。 议会方面正试图让他靠边站。 因为在周一,27日,晚22点。 议会就跨党派议员提出的脱欧修正案进行投票。 投票结果显示。 从议票数329票。 反对票302票。 议会赞成对脱欧协议的替代方案,进行一系列投票。 政府失去脱欧控制权。 议会接棒。 于是,议会在15个替代方案中,挑选出8个。 27日晚上进行投票。 可尴尬的是,8个选项没有一个通过。 以下为8个方案及投票结果。 吴协议脱欧。 4月12日,吴协议离开欧盟。 欧洲共同市场2.0。 英国留在欧洲经济区,EEA,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 从而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并增加了全面的关税安排。 单一市场,与上述类似。 但不包括关税安排。 关税同盟。 与欧盟谈一个永久写全面的关税同盟。 工党脱欧计划。 支援梅谈判达成的脱欧协议。 让它寻求与欧盟建立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紧密结盟。 以及与其他机构,保持密切关系。 撤回李斯本条约第50条。 如果脱欧前两天,还没达成协议。 议员将举行投票。 决定是否取消脱欧。 第二次公投。 任何脱欧协议,都要让选民进行确认投票。 控制无协议。 如果协议未能通过。 提议向布鲁塞尔交数10亿欧元。 已换取为期两年的停百期。 从而寻求损失最小化。 卫报27日报道称。 当天,英国下议院否决了所有提议。 议员们为英国退欧寻求共识的首次尝试, 以将局和困惑告终。 被逼的方案中。 票数最接近的是脱欧后,建立新关税同盟的选项。 支援与反对只相差8票。 这一相对受欢迎的选项, 可能在下周已面临新一轮投票。 同样, 美已经被否两次的脱欧协议。 也可能获得新一轮投票的机会。 27日, 英国下议院对八个方案进行投票。 对于当天的八个失败案例。 脱欧大臣斯蒂芬巴克来表示。 这一结果强化了政府的观点。 吉克雷沙梅的脱欧协议是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出路。 纽约时报分析称, 梅的脱欧协议, 将至少在2020年底之前, 保持与欧盟的海关和贸易安排。 但最终想切断席中大部分联络。 但协议没有详细说明, 将用什么来取代他们。 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如果没得协议获得通过, 围绕英国脱欧细节的斗争, 将首先在保守党内部展开, 然后是在过去两年中相互争斗的 所有其他党派和派别之间展开。 报道称, 自2016年, 怀祝解决社会分歧的雄心, 成为英国首相以来, 梅一直被英国脱欧的泥潭拖住后腿。 在2017年的选举中失去议会多数席位后, 他的权威逐渐减弱。 他的顾问曾敦促他主动提出辞职。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选票, 使他的计划在议会获得通过。 许多保守派议员, 对他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息, 强烈支援英国脱欧的派系, 希望自己的议员监督下一轮至关重要的欧盟谈判。 媒体, 一位正在沉思的首相离开威斯敏斯特。 CNN, 将3月27日称为必将被载入史册的一天。 的确, 从第二天28日, 英国各大报纸的头版,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一天, 非同寻常。 卫报称, 今天28日的头版头条都是这样一幅画面。 一位正在沉思的首相离开威斯敏斯特。 这是梅在议会发表完辞职声明后, 坐车离开的画面。 每日快报, 他还需要做什么? 每日邮报, 他的牺牲会是徒劳吗? 太阳报, 我辞职现在能支援我的协议了吧? 英国爱报指, 支援我, 解雇我。 卫报自己就更厉害了。 用八个不弄, 代表八个被否的方案。 BBC在27日报道的最后自问自答。 这一切快结束了吗? 不。 BBC截图。